我们来看一下 就在我们这边庭院里 这边 挂在这个 上端的地方 这个就是下午 修改过后的 改造过后的石虎栏 就是整片的 那这个是 上一次就已经有带回来 就带回来 怎么讲 带回来一根 那就是 这个也带回来 还有一根 前一阵子又带回来在那边 那因为这边可能没什么地方摆 那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石虎栏 把它稍微 从那个圆柱状改成扁平状 因为我发现 那个圆柱状的话 它那个本身那个 塑胶 蛇木柱是 塑胶的 然后就是 没有保水性 那时候我种的时候 石虎 本身的那个 那个水它也不够多 浇一浇其实水都流掉了 石虎就长得很糟糕 那经过我们改良过后 看起来好像 比较有生长的机会 然后 然后就是因为这一颗 在这边长得不错 所以才会有第二颗 对 这边的话 我打算将这些把它移到另外这一侧 对 因为我们要看起来 因为本身这个 花园就很小 然后它这个窗帘局 要怎么讲 它一直垂然后越往外涨 然后越来越长越大 越长越多叶子 然后 整个环境就感觉都是 被窗帘结 那个占满了 然后就有一种 压迫感 所以就是有空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 窗帘结 把它 移到那边去 就是全部靠墙壁那边就好了 就是比较不会感觉空间很幽静 就看到一片绿墙 对 这边这边都要出来 种一系列的 食壶栏 这样子 整个中门食壶栏 对可能就是把家里的拿回来还是怎么样 就是 有一些或是 全部拿 可能拿一些回来吧 种种看 因为也不晓说 种的结果会怎么样 就是 先拿一些回来看看 然后这边 腾出来以后 就是 再拿一些回来 因为 办公室有十几根的食壶栏 瀑布 应该还可以再拿一些回来 再种种看 那 因为 我们发现其实 窗帘结在这边是 其实种的非常的好 只是 体积有点庞大 以前在公司种的时候 窗帘结几乎都 都长得不好 然后后来我们就都把它拿回来 就长得很棒 这边也是到处都是窗帘结 然后 在夜晚的灯光下 显得特别 特别美丽 有跟各位介绍 这个是什么灯泡 爱迪生灯泡 因为现在很多服饰店 一些人装潢 他都会用这种 复古型的灯泡 就是 很漂亮 爱迪先生的灯泡 对 所以我也买了 我记得有 六七个吧 就是这样一串这样绕过来 也是 晚上的时候就 比较有气氛一点 要不然 黑漆漆的也没什么好看 偶尔你想要出来晃一晃的话 有这个灯泡点缀就会 会 会比较 比较有气氛 是不是应该这么讲 比较有气氛 好到时候把这些 挪到这边来 就比较好一点 然后最近其实我们这边有种 可能晚上看不到 其实我们那个商社已经开始结果了 前一阵子就是 那个叶子上面都有那个像 粉 粉芥那种白白的 那叶子我们都把它全部弄掉 然后重新 重新让它再涨过 最近可能 有那边都有 都有很多的那个 商社 只是 有没有得病就不知道 有没有 各位看 这边都 还有 对 那叶子全部都是同时长的 然后上面那个也是 窗帘绝也是很多 所以 我们 家里这边是 种满了窗帘绝 然后其实公司那边 我们常在那边 煮泡面的地方 那边也是有 有几颗的窗 窗帘绝也是长得还不错 可是已经没办法拿回来太多了 这边就是拿回来的松罗 在这边 你不知道把它整理一下被风吹了 被移位了 各位看 那目前 目前这个窗帘绝比公司那边种的好 比较没有 黑黑那种干燥的情况 比较少 我是觉得它有长长了 你有觉得吗 应该 种了 种了好几个也应该 有吧 这门 这边 第一门就表示 是 它已经 已经长长了 对啊 对 好看